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老師,我的頻道是在教唱歌的 如果你喜歡唱歌的話記得趕快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禮拜一都會發布新影片喔! 前幾個禮拜開直播跟大家聊天的時候,我發現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他的高音跟低音中間有斷層? 如果是老粉絲的話應該都知道答案,但是有鑑魚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看過我每一支影片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幫大家複習這些重要的觀念 同時也順便幫大家做一些總整理 那大部分人會問高音跟低音中間為什麼會有斷層 通常是在唱歌的時候高音會覺得很ㄍㄧㄥ 然後會一直ㄍㄧㄥ到不能再ㄍㄧㄥ 再突然換一個音色,繼續往上唱高音 比方說 或者是你會唱高音 但是要從高音回到低音 快到低音的時候,聲音會變得很奇怪 然後再突然切換回低音的聲音 比方說 大部分人大概就是這兩種症狀的其中一種 或甚至這兩種症狀都有 對吧 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先來幫大家快速的複習 為什麼俊傑的歌那麼難唱 想練高音一定要知道的觀念那支影片 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比較完整的內容 建議還是去看這支影片會比較好哦 首先我們平常講話的低音音域 稱作胸聲區 而我們尖叫或歡呼 WOW的高音音域 則是頭聲區 在胸聲區跟頭聲區的中間 也有一個過渡的區域 稱作混聲區 在混聲區因為你要 混合胸聲區跟頭聲區的聲音 所以這個區域會特別難唱 而當你還不知道怎麼混合你的混聲區的時候 你就只好突然切換聲音 給大家一個畫面 混聲區如果唱得好 高音和低音就像是漸層很好的兩個顏色 而還不會唱混聲區的時候 高音和低音就像是兩顏色突兀的擺在一起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有高音低音 中間有斷層的原因 那就是遇到了你的混聲區 而你跟它還不夠熟 如果你跟你的混聲區夠熟 不管是低音到高音 WOW 還是高音到低音 WOW WOW 它聽起來都會是連貫的同一個音色 聽到這裡大家有一些領悟的感覺嗎 有沒有原來如此的感覺呢 這個觀念也可以用我自己開發的另一種圖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圖的橫軸代表的是音高 左邊是胸聲區低音的音域 右邊則是同聲區 高音的音域 中間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混聲區的音域 對了 混聲區是有特定的音高喔 而且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男生的混聲區位置大部分是在 D4 F4 C F4 G4這個區塊 而女生的混聲區則大部分是在 A4 聲 A4 B4 C這個區塊 那左邊的縱軸是 高音的聲帶針動模式 而在混聲區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較陡峭的斜坡 所以當你從低音往上唱的時候 發生的事是這樣的 WOW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混聲音 或是說不知道怎麼爬這個斜坡 所以你只好突然切換聲音 從高音往下唱回低音也是一樣的道理 WOW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混回胸聲區 或是說不知道怎麼走下來 所以你只好突然切換聲音 用這兩種說法來跟大家解釋 大家有比較清楚了嗎? 好 雖然光是知道聲音有斷層的原因 你可能就有很大的收穫了 但是如果只告訴你原因 不告訴你怎麼練 就有點像是跟你講你生了什麼病 但是完全不跟你治療 不跟你說該怎麼辦一樣 所以沒問題 我之前也已經教過要怎麼練混聲區了 第一支是練混聲區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 高音要怎麼練 1 超級基礎但是超級有用的影片喔 說它超級基礎的意思就是呢 先從這支影片開始練 它是最容易打通任督惡邁的練習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練習喔 那第二支練混聲區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 高音要怎麼練 2 像隻雞一樣的影片喔 那支影片除了是提供給大家另一個練習 也是因為第一個練習 有些人可能因為戴牙套或是咬合的問題做不出來 所以提供另一個雖然不是最基礎最容易打通高音的 但是是比較不會有障礙的練習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高音跟低音中間有斷層 趕快去點那兩支練習影片來練吧 連結在影片下方都有喔 那有些人看完這支影片可能會覺得 那不就是真音跟假音的轉換嗎 嘿嘿 這個時候就要來工商一下自己的講座啦 4月14日星期六 我即將要在台北辦一場歌唱講座 這場講座會讓你更了解真假音的觀念 也會實際帶你做一些聲音練習 甚至還有機會讓我面對面現場幫你調整聲音喔 明言有限大家趕快去報名吧 另外如果你不在台北 現在也有直播票可以買囉 活動詳細資訊在影片資訊欄有連結可以去看喔 好的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分享 Facebook按讚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每個禮拜一晚上6點都會有新的影片 也別忘了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在我新的影片的時候你才不會錯過喔 那如果你想聽我評論歌手或是想上聲音課 也可以去Pressplay訂閱我的專案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教學 想看更多之前的影片 下方資訊欄也都有連結可以去點來看喔 另外我最近在IG上 每天都會PO一小段唱歌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喔 那這部影片的內容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